他因一部战狼二名声大道 现实中却是名副其实的酒鬼 又是一年的暑期档 今年的暑期档大片有很多 像现在最热的有徐征主演的 《我不是药神》 姜文自导自演的《邪不压正》 以及最近刚上映的好莱坞大片《摩天营救》 但要说给人印象最深知名度最广的 属其档大片 则还要属吴京自导自演的《战狼二》 《战狼二》不用多说 相信每个喜欢电影的人都看过 今天逍遥就聊一聊 《战狼二》中的酒鬼先生 吴京的《战狼二》大火 同时也让很多人一夜爆红 比如我们的丁海峰先生 他就凭借着《战狼二》中饰演的《见长一桥》 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 再比如饰演那个坏人的林志雄纯鱼珊珊 他是吴京的多年好友 也凭借着《战狼二》的大爆 让他再度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女主卢靖山更是凭借一部《战狼二》风神 成为了全民心中的女神 流量小生张汉同样也凭借着《战狼二》 洗刷了他没演技的尴尬地位 成为了大家心中喜欢的小仙兽 算是一血前耻了 但要说《战狼二》受益最大的人 则还要处《战狼二》的导演兼主演的吴京了 就是这么一部电影让吴京鸡生活内超级功夫巨星 成为了成龙李莲姐 陈子丹之后的最负盛名的武党明星 可以说是一部《战狼二》让吴京名声大道 风光无限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吴京虽然这么成功 但他在现实中却有一个嗜好 那就是他非常喜欢喝酒 他的老婆谢南说过吴京是名副其实的酒鬼 在片场吃饭的时候 基本都酒不离口 怪不得男子气概这么严重 原来是酒喝多了 哈哈 谢南的话让我想到了 吴京在《战狼二》中喝酒的那个片段 一整瓶的茅台往下灌 如果说是没有点酒量 可真hold不住啊 看来说吴京是酒鬼也是非常的贴切的 当然了 喜欢喝酒 那是吴京的一个爱好 并不影响吴京对《战狼二》的付出 以及吴京自身的努力 虽然他喜欢喝酒 感谢您的观看